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其为何要让父亲吸引 谈君彦表示 还有一个原因让他很担忧 迪龙演戏自我要求很高 但他已经75岁高龄 记忆力不比当年 他担心父亲会在剧组遭到年轻演员的嫌弃 宁愿让他退休 享受清闲生活 看着迪龙如今带着孙子玩耍的画面 谈君彦感到很欣慰 好像弥补了小时候父亲总是在外工作 不能陪伴在他身边的遗憾 迪龙曾是70年代的 最帅气武侠美少年 无人能及 在荧幕上 迪龙潇洒决绝 质地有生 那种在电影中流淌的失忆人生 让人艳羡 但生活中的迪龙却并非如此 他会为事业转折而忧心 也会为衰老而挣扎痛苦 从烈火如井的潇洒少年 便成为尘世挣扎的沧桑大叔 迪龙的半生 竟和香港电影的发展史完美重合 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迪龙本名谭富荣 出生于1946年 这是香港最动荡不安的年代 在没有去香港谋生之前 迪龙一直生活在广东新会的一个小村庄 贫寒至极 迪龙的爸爸一共娶了两房老婆 除了亲妈生的二子二女 小妈也生了好几个 家里做工的人少 但张嘴吃饭的孩子却很多 导致经济拮据 三餐不济 因为家境贫寒 迪龙中学毕业便去了香港谋生 做过酒店适应商 送货小工 拉游客小弟等等 后来 他在一家洋服店站住脚 做了好几年学徒 熬成了洋服店的大师傅 做了洋服师傅之后 他一个月的薪水 涨到了两千块 一家人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结果 干了几个月之后 他实在受不了那种闷 就心生退役 恰在此时 他在报纸上看到 邵氏电影公司 在招收训练班学员 便报了名 这时候的迪龙刚刚22岁 这是显一怒满的年纪 在报名邵氏之前 迪龙就非常喜欢武侠电影 是大导演张车的铁杆粉丝 因为喜欢武侠电影 他在工作之余 报名去学永春 练健美 学普通话 希望有一天能成为电影中的一员 恰恰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些优点 张车一眼就看中了迪龙 将他留在了训练班 在迪龙的演艺生涯中 张车算得上是他的伯乐 为了培养迪龙 张车给他报名学习了开车 跳舞 骑马 武术等等 为他的出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刚进入邵氏时 迪龙的薪水只有500块 比他做洋服师傅少了四倍 好在家人对他的决定也很支持 母亲说 这几年全家辛苦一点 你放心做就是了 1968年 迪龙与邵氏签了八年的合约 自打进入邵氏 迪龙的命运便与张车 与邵氏联系在了一起 迪龙出道的头一年 一直在跑龙套 一是张车安排他在学习各项技能 二是需要跑跑龙套 磨练下演技 1969年底 他才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主角电影 名为死角 这部电影中的迪龙 青春年少 帅气逼人 在那个不推崇亚文化 不提倡大儒主义的年代 迪龙用他的英气逼人 征服了无数观众 想要谈迪龙 便绕不过他身边的江湖恩怨 而江大卫正是和他最息息相关的一个 相比来说 江大卫的人生 称得上是天之骄子 他的父亲是著名演员严华 母亲是著名演员洪威 哥哥是演员秦佩 后来 严华早逝 洪威转嫁给了导演耳光 又给他添了个弟弟 叫尔东升 这样的出身 注定了江大卫的起点会很高 江大卫同兴出道 曾跟随黄飞红传人 刘家梁延系洪全 也是张车欣赏的年轻人 自1971年开始 迪龙和江大卫 以双侠的模式 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武侠时代 在迪龙和江大卫之前 张车的御用男主角 一直是王宇 不料 王宇在最当红时 离开少市 给迪龙和江大卫 留下了上位的机会 王宇离开之前 张车正在筹备拍摄英王 男主角本是王宇 结果王宇却突然离开 男主角没了人 迪龙和江大卫便有了机会 自1971年开始 迪龙和江大卫 变成了张车的御用男主 先后一起拍摄了双侠 新独臂刀 刺马 报仇等电影 迪龙和江大卫 也成了少市的新一代武侠明星 在张车的电影中 这两位一共合作了28次 从双侠到正反派 再到势无仇敌 始终在暗暗较劲 他们的关系 从影片延伸到现实 既然惊人的相似 两人年少相识 从心心相惜 到暗自较劲 再从互不顺眼 到彻底决裂 冥冥中 一切好似早已安排好 在1973年的刺马之前 迪龙和江大卫 一直是双侠 在这部电影之后 江大卫依旧是大侠 而迪龙则成了反派 不曾想 迪龙竟将一个反派 演得很出色 直接碾压江大卫 拿到了第11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 优秀演员特别奖 和第19届 亚太影展优异演技奖 而江大卫 虽然在这一年 也凭借叛逆 拿到了亚太影展 优异演技奖 但两人的差距 还是一目了然 已是从这部电影之后 迪龙和江大卫的关系 有了裂痕 此后多年 两人的粉丝就谁是主演 谁的风头更盛 谁的演技更好 等方面发起纷争 迪龙和江大卫的心里 自然也有了芥蒂 关系逐渐越来越僵 直至反目成仇 事实畅往奈若何 知己反目也好 肝胆相负也罢 他们把最风华 最气盛的时光 都给了对方 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1976年 迪龙参演《天涯明月刀》 结束了与张车的合作 开始与楚源 古龙组成铁三角 开启了另一段武侠人生 在楚源的镜头下 迪龙再次散发出大侠之气 先后出演了 《多情剑客无情剑》 《三少爷的剑》 《楚留香》 《萧氏一郎》等等 其帅气潇洒的形象 穿透屏幕 直击观众内心 成了大侠时代的标杆人物 迪龙饰演的大侠 不但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还得到了古龙本人的喜爱 在1971年到1985年之间 迪龙红到发子 年年拿奖拿到手软 无人能超越他的地位 最当红时 少是永远将他放在第一位 有工作要谈时 都是方一华跑到迪龙家里 特意去见他 在片场 他听说五马的片酬只有两万 他直接拿出十万 接济对方 毫不心疼钱 听说哪个演员有了意外 他也会第一时间伸手帮忙 始终以为自己是大哥 那时的迪龙 嚣张大气 自信心爆棚 从未想过自己会过气 会没戏拍 但在影视圈 更新换代自来快 15年就好似一个分水岭 转眼间 迪龙就已经40岁了 人老了 可时代在发展 80年代中期 邵氏电影没落 迪龙连续拍了三部武侠剧 全部以扑街告终 而潮流感十足的电视剧盛行 邵氏便从电影转战电视剧行业 TVB由此诞生 当时 邵氏多数演员 都被转迁到TVB 就连江大费这样咔 也不得不妥协 跟着演起了电视剧 而执拗的迪龙 却对电影依旧热爱 坚决不想转行 和邵氏的关系 也弄得很僵 1985年 迪龙与邵氏的合约到期 邵氏却并未有人出面 与他商谈后面的合约 他心里便隐有了不安 在此之后 每当合约快到期时 方一华总会早早就联系他 根本不会如此拖拉 不知从哪天开始 以前那些总喊他吃饭的同行们 开始避着他 他才发现不对劲 迪龙与邵氏的合约到期后 他收到了邵氏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 谢谢你多年来 为公司做出的成绩 迪龙为邵氏付出了15年的光阴 却被邵氏抛弃了 离开邵氏之后 他有过两年的彷徨期 一直试图转型 却未曾成功 因为一直拍古装 迪龙给人的感觉是过时 是与社会脱节 很难再续往日辉煌 在那段时间里 他却找过罗维 陈自强 吴马 石天等人 均被要到合适的角色 恍然间他才发现 过去十几年 他一直活得肆意张狂 竟未曾交下几个真朋友 最彷徨时 他找到已经当红的吴马 对方说 你记者 永远不要求人 你帮人 跟你求人 大不相同 这句话让狄龙反省自己 并开始放下身段 尝试出演了一些 电影中的配角 此时的狄龙也不得不服老 不得不为演艺圈的周润发 张国荣和四大天王们配戏 1986年末 英雄本色上映 电影中一波云天的大哥宋子豪 终于让狄龙转型成功 还因此拿到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更让人恶心的是 狄龙凭借英雄本色翻红之后 少师的方小姐给狄龙打电话 让他去客串一部戏 还特地强调 并不是因为你翻红了 只是大家想你了 狄龙却不在乎人心的险恶 依旧往返于少师片场 乐此不疲 此后 他又连续拍摄了英雄本色2 绝名英雄 豪门夜宴等 给80后的记忆中 留下了一个又一个 90年代之后 狄龙渐渐退出大荧幕 偶尔露脸 不再将演戏作为主业 或许是他认识到了市场的残酷 也许是他意识到了 大侠时代的结束 才默默退场 远离了喧嚣 时至今日 狄龙已经75岁 偶尔会因兴趣 在电视剧中客串 却再也掩饰不住老太 一代大侠年华逝去 群逸于角落终老 宛如江湖大侠的一生 而那个英姿勃发 俊朗阳光的少年 永远留存在大荧幕上 常存在影迷心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